嘿喲聊四季 天天龍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哥德倫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藍色選擇的是哥德倫 哥德倫呢 玩家也是知名選手Hera 1 2 3 這應該是他的小號 因為他的分數是2645 能達到2645分數又取Hera的人 那應該是他的小號沒有錯了 稍微來看一下Hera這邊選擇的文明是哥德倫 哥德倫的研發織布技術是可以馬上研發的 但是一樣要消耗50黃金 所以通常哥德倫可以在前期打一些特殊的戰術 例如趕快研發織布拉一村去射對方的路 對還要開稿了 這個戰術是哥德比較常見的頂尖打法 這個打法對上驅逐人的話會相當好用 因為驅逐人只要沒入肉的話 就勢必要吃自己的驅化動物 因為肉量會獲取得太少 這一招也是哥德很常用的方法 甚至也可以找個大象去趕快拉走 這邊看到大象本來想要去拉 但這邊肉馬在這邊繞 所以村民不敢打 這邊想要用卡村民 這邊想要消仇恨 但是沒有消成功 沒有關係直接拉回家就好了 這樣子就可以讓對方無法趕入 讓這個肉只能原地消失 如果對手想要吃這個鹿肉的話 一定要去蓋魔法去吃 當然也可以遠程吃肉 但實際上經濟會有點傷 哥德這個打法也算是讓瑪雅 或是中國之類的文明 也可以用這一系列的打法 只要前期就可以點下支部技術的人 這個文明就可以這樣子玩 當然我不太建議新手去練這一招 因為 新手要練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你去練這個反而會讓你有一點心速不正 基礎都沒練好 就在練這個小配方的東西 這樣會讓後面的發展或是一些觀念 會有一點小小的出現問題 好 那這邊看到黑阿非常的賤 直接把自己村民圍起來 然後再把對手大象給射死 那為什麼黑阿可以這樣子搞 是因為他的村民呢 打這個大象 有這個傷害加成 當然野獄也是 這也是哥德仁的特殊能力 所以他很適合拉一圈去射對方的路 再射對方的大象 開局的時候就可以去這樣開稿 而且由於有織布技術的關係 所以對方也要被逼破 去點這個織布技術去跟你對打 這個村民的部分 如果你要拉村民去跟對方打的話 那瑪雅這個文明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前期也是需要就先織布的文明 所以現在哥德爾村民互打來說的話 優勢並不大 結果黑阿這邊一村直接被拿下 好 那這邊村民的差距 還有這個肉類有點補正 好 那這邊決定要蓋一個魔房 過來吃一下鹿肉 但鹿肉快要被消耗完囉 只剩下少量的250肉左右而已 所以實際能吃到的鹿肉量 只有兩條鹿肉而已 有點慘 這個不叫鹿肉 只叫凳鱗 凳鱗好像是非洲大草原裡面的動物 好 那野外野有一些凳鱗也可以考慮去吃的 就要看瑪雅這邊有沒有考慮去拿下 那還好瑪雅這邊有這個 支援永續的效果 哇 結果黑阿這邊兩村被拿下 太慘了 好 那也讓對手 Fox這邊兩隻村民喔 並沒有辦法好好的工作 看瑪雅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能力喔 就是可以讓支援永續的效果 大家吃這個領養 可以肉量消耗更慢一點 還有瓜黃金阿 還有石頭果子喔 都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好 這邊兩村直接過來打這個魔房 然後這裡直接圍起來 想要蓋經濟場 但是被發現 好 但看起來被發現只能逃跑 好 好 肉麻再上前打一下 那這個時候肉麻去砍的話很虧喔 因為只有三攻而已 打村民的話其實不太好打 好 這兩村直接再逼回家 哥德這邊直接掏出了軍營 好 那目前肉量獲取喔 哥德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那自己的民營也沒有找到 那自己的民營也沒有找到 然後鹿肉也沒有吃 然後鹿肉也沒有吃 哇 這一場喔 前期就開稿 其實 就是 蠻特別的喔 因為很少會看到 玩家們會這樣子 好 這邊圍了兩個房子 但看起來蓋不太起來 決定不蓋 繼續往下蓋 讓對方不要過來就好 好 來單上面這個木牆 可能會打破囉 衝進去 再打破 繼續打 哇 還是被殺了進來 好 繼續補一個木牆 再單回頭打一下就可以 然後再繼續圍 但是 民兵已經衝了進來 後面有隻民兵在發呆 好 看到了 就爆打一波 兩邊控兵控得很好 再來 瑪雅人這邊努力嘗試 想要阻止對方進來 攻擊後方的 果子去的村民 哇 但是已經被迫 黑暗時代灑農田了 哥德現在就是用黑棒棒 開始潛壓敵人 這一招該不會是要拿出 道德之前遇到的對手 我們以前 影片拍的 一年前拍的影片 黑暗十五隻棒棒 該不會 想要再次應 那一招戰術吧 黑暗十五棒棒 難道要 又來了嗎 棒棒一直按喔 好 這邊 控肉控得相當成功 但是瑪雅 這邊還是很順利的 點下了封建時代 這時候哥德可能不知道 他的肉其實是夠上了 因為左邊有偷吃這個鹿肉 把這個鹿肉還是吃完了 好 下方圍一下墓區 稍微擋一下 但這裡沒有圍好 左邊的墓區 肉碼順利換掉 但是村民已經打了進來 這邊棒棒可以直接往前推進 下方墓區 村民只能被迫拉走 這邊想要把村民圍去這個後路 但左邊還是有洞 但這兩隻村民可能有點難跑 一直往左跑 一直往右跑 結果怎麼變兩隻都往右跑 哇 這邊大戰看的很驚險啊 那目前村民差距數來說的話 還是瑪雅這邊有稍微的領先喔 這邊拿到兩個擊殺 而且這邊還有生時代上的優勢 好這邊棒棒出到了九隻 黑暗九棒棒 還好不是十五棒棒 然後重現十五棒棒實在是太過分了 那黑暗有這麼多棒棒有什麼好處喔 好處就是可以趕快去攻擊對方的建築物喔 房子啊或是模仿 或是採礦地啊 或是伐木場 或是木牆之類的 當對方村民來修理就很賺 那買到這邊木頭其實有點多喔 可以考慮直接下個市集喔 調解一下經濟 用買賣的方式喔 賣掉木頭去買黃金啊 或是蓋射箭廠 或是蓋兵工廠去點擊擊射 趕快把自己的工兵量產起來 會比較重要一點 好那這邊下方喔 有在偷偷挖黃金的關係 所以現在工兵出來問題也不大 要讓哥德的棒棒 輸出的時間並不多了 這邊棒棒還是敲到了一些村民 但工兵第一隻已經出來了 但要拿下這個模仿應該沒有問題 焦能拿得下來的話就很賺 OK3 0 敲掉了兩個建築物 好 當然瑪雅最不缺的就是木頭了 所以這邊再補一個模仿也沒問題 好現在問題是 要趕快把工兵數量堆疊起來 然後再趕快補個兵工廠 趕快點這個意思一次喔 效果才會更好一點 好這時候 哥德意識到 你出得了兩隻工兵 那就代表你附金有在挖喔 所以他本來是想要去後面看附金 但是兩隻工兵一直貼著民兵在打 這時候哥德的生死帶有點落後 所以趕快大爆我一波 那這也是以前阿拉伯很常見的戰術之一喔 就是黑暗棒棒三隻 然後轉城堡時代 黑跳城的一個作戰策略 那這一招喔 現在基本上已經被淘汰掉了 因為實戰上來說很容易被貫穿 主要是因為阿拉伯這個墓區已經變得太分散了 不像以前喔 可能會證明一大片墓區讓你很好圍 你只要少量資源就可以圍起來 直接圍死術生城堡 那現在這個模式喔 讓直城來說 黑暗直城棒棒打法 已經完全不太能用了 那黑拉 這一次的打法其實也不算是黑跳城 他這個打法有點是 刻意使用哥德的復兵單位截免 然後打出一個黑暗快攻的一個想法而已 那但是這個打法也是蠻適合接續上 這個黑跳城這個作戰策略 現在瑪雅這邊會投資過多的射箭場 還有兵工場還有一集射 去點自己的弓兵 然後去防守出來 那這樣升時代來說 就會比黑跳城棒棒 這個打法會賣一個時代上的膽次 那待會哥德一上去 城堡時代之後 可以馬上爆出騎士喔 進行反擊 甚至工程器製造所都ok的 那這邊肉其實有點不太夠 雖然農田看起來蠻多的 15個 大概再等個30秒吧 就可以點城堡了 好 那前期的對戰來說 就是這樣子 那瑪雅本身出工兵 也有消耗減免 所以他的工兵出的壓力更小 就跟哥德出步兵一樣 都有減免效果 所以這場是步兵減免國 對上工兵減免國 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對決 以前也是很常看到 瑪雅對上哥德這個打法 都是始祖文明 好 那哥德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瑪雅這邊並沒有找到破口 可以繼續往前進攻 好 這裡決定要來插塔 因為不想讓哥德挖出一棟城堡 因為只要讓哥德挖出城堡的話 城堡是在一開始也不用去按騎士了 直接轉出哥德衛隊 就可以反制瑪雅這邊的工兵 甚至連老鷹都打得贏 所以瑪雅這邊會想要幾粒 你看喔 對手這邊挖出一個城堡 好 看這邊石頭量還差一點點 差一百石頭而已 這邊決定要補一個刺激 稍微擋一下 好 這邊決定買了一百石頭 直接硬蓋 好 拉多一點村民過來 防守一下 好 再跟城堡起來之後 瑪雅就不太好過了 雖然瑪雅這時候也點下城堡時代的升級了 高德第一時間點下了護衛技術 一級農 一級弓還有二級拔木 好 該點的其實都已經點下去了 好 這邊瑪雅這樣圍其實意義不大了 因為你就算圍起來 這工兵還是要出來 而且這個再去補 你要確定欸 這個 城堡還是會射掉 回去補這個意義真的不大 裡面囤了一隻工兵在裡面射 那就有意義了 笑死 OK 我還以為我看錯了什麼 原來裡面還藏了一隻工兵 真有注意到 哥德威隊一出來 瑪雅這邊工兵就完全擋不住了 那瑪雅能打贏哥德威隊喔 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出自己的雙手劍兵喔 因為瑪雅沒有劍兵勇士 這個很慘 不然就是要打僧侶了 那瑪雅的老頭 本身科技線已不完整 沒有就俗思想 那打這個老頭的話 只能稍微招強哥德威隊 那真的想要打贏的話 也可以考慮出羽毛劍射手 比如羽毛劍射手這個單位喔 打步兵單位有加2點的攻擊傷害 雖然工兵單位 射哥德威隊本來傷害就不高 那他本來的基礎傷害喔 羽毛劍射手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要打哥德威隊的話 只能打羽毛劍射手配雙手劍兵 是最好的組合喔 當然也可以打一些工程器單位喔 例如投車弩炮 也可以納入考量的喔 如果正面扛得住的話 工程器才可以去使用 不然基本上 你還是要形成正面部隊喔 像羽毛劍射手 才可以轉工程器喔 不能就直接工程器鬼轉一波 很容易被正面打爆的 這邊有少量的羽毛劍射手已經產生了出來 這邊想要去追逐殘血的哥德威隊 這邊直接分成兩隊去做互打 家裡可以補一個修道院 修道院可以來補下老頭 這個哥德威隊的血量 哥德威隊直接無視你後面城堡嗎 不好吧 再來很抗箭矢 但是吃到城堡傷害還是會痛喔 因為城堡傷很高 十一加二十三攻 所以吃到一發箭矢傷害喔 還有五滴血喔 甚至六七滴血都有可能 好 瑪雅這邊已經轉出了老頭 OK這邊稍微拉打 但是哥德威隊打工兵還是太痛了 三刀一隻 來阿羽毛劍射手 好痛 那哥德要打對方的工兵單位喔 也可以繼續出哥德威隊 或是配上戰毛兵 都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哥德這個文明很特別喔 他是有三級射跟三級防的 三級工兵的鎧甲 所以其實打戰毛兵也是相當適合的 雖然工兵單位沒有強弩喔 但這毛兵依舊是可以用的 那哥德後期呢 也可以考慮轉一些肉碼 多先進攻 也是一個很好的戰術策略 那哥德的肉碼還有這個大肉碼 所以後期真的要針對對方老頭的話 去升大肉碼也是一個不虧決定喔 畢竟也有品種喔 就只是沒有三級馬凱而已 好 這邊看到瑪雅這邊潛壓一根城堡 想要來給哥德這邊更大的壓力 那這邊城堡可能會有點難蓋 要趕快圍10強喔 好 10強趕快圍 這樣就可以有安全的地方 圍好正面的城堡 這個10強血量有點少喔 沒有注意到 好直接招翔兩隻村民在裡面做互打 後面的哥德衛隊努力在往前推進 工兵單位已經死傷慘重 剛剛為了控這些村民喔 導致後面的工兵已經數量減少非常多 但還好死的大部分都是工兵喔 並不是羽毛劍射手 而且工兵也沒投資奴兵 待會應該就是羽毛劍射手一直線喔 一直出 好這根城堡看起來最後還是要被蓋好 上方的城鎮中心好像不會被射到 其實蠻極限的 這個射程看起來還好 幫我們一說 哈哈哈哈 雖然還射到了 看這個邊線喔 其實都是參考用的 還有點二級射阿 對不起 這個邊線我記得好像是 也會跟著升級去增加射程範圍 但是 但是這個城鎮中心可能是這個地方 凸出來了 這個邊邊角角 所以還會被射得到 好這裡纏了15隻的羽毛劍射手 要到底多少數量才可以打哥德衛隊喔 建議是30隻喔 羽毛劍射手 你射一下哥德衛隊喔 才會有明顯的傷害喔 好這邊開TC 結果被抓包 損失了一些村民數量 好 但現在沒有彈道學 哥德爾往後走 問題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好 右邊有少量的哥德衛隊 想要從側翼突破 但是這邊有拉了幾隻村民 過來防守 直接補一個石牆跟防止 好羽毛劍射手 這邊抓到了一些村民 這個城鎮中心快要被射爆了 好 待會出來的村民喔 可能就會直接被羽毛劍射手給射爆 好 但是哥德衛隊想要上前 保護村民撤退 OK 村民撤退了 哥德衛隊也可以拉走 好 趕快去右邊 把這個城鎮中心給蓋起來 後面的老頭 生物撿了兩個回來了 右邊這個部分 少量的羽毛劍射手 開始在正面抵抗 老頭一拉了回來 做個招降 右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看起來是想要擋住正面衝鋒 好 哥德非常大量的單位 往前走 但是 看到老頭還是心想要撤一下 瑪雅這邊升到帝王池袋了 還有 手推車 兩個都 該補的都補了 升級速度蠻快的 75匹就點下帝王 這也是瑪雅中期的經濟爆發 很厲害的地方 但是 最強的時候還是帝賀 那帝賀的資源有趣 會比較 讓他更有優勢一點 好 這邊雙TC繼續了 這個時候 就可以再考慮開第三個城鎮中心 開在這個位置 這裡有工程器製造所 要稍微注意一下 羽毛劍射手 已經來到了23隻的數量 其實有點多了 往前走 看到四隻老頭 要上前射射了嗎 但是沒有彈道學 射的其實有點歪 OK 射掉了一隻老頭 彈哥的衛隊這邊想要做個包抄 第一時間攻擊到羽毛劍射手 直接爆血 砍掉了兩 一隻而已 沒有到兩隻 OK 現在兩棟城堡 開始在轉 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 到了地龍時代 減免消耗會更多一些 好 各的衛隊再次往下 繼續騷擾側翼的 房子 而且這次有帶工程器喔 而且瑪雅沒有救出思想關係 也不用擔心老頭著想的問題 紅色車砸一發 完蛋了 這一次 村民守不住了 好 羽毛劍射手 這邊趕快回救 左邊的哥德爾衛隊想要走進來 但是圍了一個大石牆 沒有問題 好 正面的哥德爾衛隊再次上前 要來直擊金晃兔 這邊打這個多謝 讓瑪雅突然一夕之間崩塌了 好 趕快補下了三級射 跟彈道學 現在肉被騷擾 點化學應該會很難點出來 正面的黃金礦人村民也是被大爆砍一波 損失非常多的數量 哥德爾衛隊這邊三線進攻打得非常好 左邊一隊 加里一隊 上面一隊 OK 這一波是由哥德爾的分隊打出了一場精彩的比賽了 哇 瑪雅羽毛劍射手 瘋狂追擊 但是依舊沒有拿到非常好的一個效果跟抵抗 羽毛劍射手 射掉了幾隻哥德爾衛隊 中午有彈道學了 射的比較準了 而且有三級射 開始比較能抵抗回去哥德爾衛隊了 哥德爾衛隊這邊還是可以繼續出 但就要考慮不要升帝王時代了 好 好 這邊繼續爆出更多的經濟 好 化學園補了 瑪雅這邊終於把科技全部升好 狙行投資機準備開始往前拆 但是無政府狀態已經升級好 現在哥德爾已經可以從軍營裡面 產生了更多的哥德爾衛隊 但是瑪雅這邊的攻兵單位現在還不夠多 軍營投資機可能要先撤 這一波上來可能會擋不住 雖然現在數量有三十隻了 可以稍微打回去囉 三十隻就很猛 好 看到三十隻的羽毛劍射手 哥德爾這邊稍微聳了一下 找個機會再發起進攻 OK 那這邊也補下了拇指環 待會羽毛劍射手的攻速 就會再更上一層了 三十隻之後 射哥德爾衛隊速度其實很快 算是全部擊中的話 也可以秒殺一隻哥德爾衛隊 但是還是要拉打 不拉打的話 被哥德爾衛隊打還是有點痛 好 然後稍微招一下 這邊再持續拉走 家裡還是有奇怪的東西一直往裡面衝 哥德爾衛隊就是直接衝到左邊墓區 但左邊墓區其實已經沒有人了 撲空了 好 這邊衝車用村民來解掉 羽毛劍射手大量在前方 開始攻城正面城堡 哥德爾這邊要再轉出更多的哥德爾衛隊嗎 還是要考慮上帝王了呢 但這邊上帝王其實很危險 我個人覺得不能在這個時間點上帝王 就去按村民爆更多農田 然後用哥德爾衛隊去爭取更多的時間 甚至要拆掉對方的攻城器 才有可能去升帝王時代 OK 這邊拉幾隻哥德爾衛隊到了後方進行攻擊 果然拆掉了一台巨型托斯機 步兵單位拆工程器其實蠻快的 OK 三台巨頭拆掉了 雖然哥德爾正面城堡也是爆開 但這邊羽毛劍射手被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只剩下五隻單位了 哇 羽毛劍射手 不知不覺中被消耗到了非常多的數量 讓他一直沒有辦法成型 這也是哥德爾想要看到的畫面 好 這邊各的衛隊又抓到少量村民 這邊羽毛劍射手繼續射射 射掉了一些村民的數量 好 四八隻哥德爾衛隊 來到了二十隻 二十隻 二十二隻 直接往前 後面老頭招了一下 馬亞這邊的羽毛劍射手數量不夠多 只有十八隻 可能要先撤退 好 這邊利用城堡稍微扛一下 但是哥德爾衛隊打羽毛劍射手實在太痛 三刀就可以砍掉一隻 太猛了 哥德爾衛隊 城堡打帝王 好 羽毛劍射手這邊也是射掉了 哥德爾這邊射亮的村民 家裡哥德爾衛隊這種的問題終於扛住了 好 當然這邊前壓之後 哥德爾衛隊也沒有繼續往前 反而是繼續深入這邊 家裡的村民 沒有繼續追羽毛劍射手 沒錯 哥德爾就是要勇往直前 好 這波包夾打得還不錯 哇 撞到了 但是即使拉走 這個要是沒拉走的話 可能會直接損失這十一隻喔 好 又被摸到了一隻 呵呵 好 哥德爾這邊要趕快轉出更多步兵單位 這個時候就可以考慮去點下帝王時代了 好 瑪雅蘭這裡很努力了 轉出了羽毛劍射手 精銳的升級 有精銳之後血量可以再多加十五滴血喔 那就要變成砍四刀 才能砍死一隻羽毛劍射手 存活率來說會更好一點 好 但是現在哥德爾也不太害怕你城堡了 開始數量壓制 想走哪就走哪 這邊還放了非常多的衝車 要來直接 對這邊大量的衝車 進行傷害 哇 這邊村民是 暴民流 四十隻村民 這一波ALL IN衝車 感覺有料 後面的哥德威隊打的衝民速度非常快速 四刀砍死一隻村民 但衝車數量有夠多 還有五台還活著 現在剩四台 羽毛劍射手全力往右回救 但哥德威隊的集結點已經設到了下方城堡 上方還有更多的衝車過來支援 後方的衝車還在繼續製造當中 這一波哥德爾衝車加上哥德威隊 打出了一般精彩的操作 羽毛劍射手全力的往前操 後面又有更多哥德威隊想要直接包衝後面的弓箭手 後面弓箭手看到情況不妙 要直接撤退嗎 好 這邊想要站到城堡下方 但是正面如果不走的話 哥德威隊攻擊速度很快 直接讓蠻亞這邊打出了GG 哇 這邊包甲沒救 正面村民死傷慘重 地上都是紅方的村民 村民差距被打出快要被三倍 OK啦 這一波城堡打地王打得非常精彩 前面的九棒棒黑艷斯大快攻 也是打出非常驚人的操作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由哥德爾這邊拿下落量勝率 贏了快要一萬多 黃金則是瑪亞跟木頭贏了 這畢竟是出工兵單位 木金要多一點 經濟方面這一場其實 能看點不多 大家都在一直瘋狂打架 而且哥德爾這邊的戰術 我執行的也是非常好 衝車直接捅了一波 然後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還有個備案喔 右邊被拆了 上方也可以繼續補這個工程器單位 繼續往前 那這邊確實也是瑪亞的命脈 貝拉一直很了解 對手的重要支援點在哪個地方 瘋狂往那個地方打 就對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